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有八小題 是這個四回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他說A如果比例小的話 而且C是大一點 那麼我兩邊相乘的話 兩邊同層C 不等號沒有改變 這個是對的 這個打圈圈 打圈圈 第二個他說A如果小1的話 那麼A平常小A 這不一定啦 就看你A是正數還不舒服 就是說現在這裡的話 它是兩邊乘以A 兩邊乘以A的話 如果A大於0的話 那麼A平常小A 這是沒有錯的 但是呢 如果什麼呢 如果兩邊的話 如果A它是小0的話 那A它是小0的時候 小0的話 我兩邊乘以A的話 那這個要顛倒過來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 比如說到負二好了 負二它是小1嘛 那負二小1的話呢 我把它平放我右邊 4了 4它是大1了 不等號就要顛倒過來 如果A它是負數的話 你兩邊乘以A 不等號就要顛倒過來 所以這是錯的 這不一定 這不一定 就要看它的大0還是小1 比如說A它如果是0.1的話 或是2分之1 2分之1它小1嘛 那我兩邊乘以2分之1的話 那這樣4分之1小1 這是沒有 4分之1小2分之1 這是沒有錯的 但是如果A是負數的話 它就錯掉了 好 再我們看看這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的話 它說A大於B的話 那麼A平常它就會大於B 這也不一定 比如說1它是大於負5嘛 但是你1平常它是小於什麼 小25啦 所以這不一定 再我們看呢 第四小題 A跟負A的平均數 就兩個加起來數以2 等於0 這沒有錯 再我們看呢 第五個 第五個的話 它是說 這個0.5 它的三次方 它是大於0.5的平方 這是錯的啦 這個的話 0.5它小1嘛 它越長越小 所以要顛倒過來才對 所以第五題是錯的 再我們看呢 第六小題 第六小題它說 A 它如果大於2分之A 那麼A它大於0 這個對啦 為什麼呢 我兩邊給它減2分之A 這兩邊給它減2分之A 就A減2分之A 它大於2分之A 減2分之A嘛 這個是等於0的 這等於0 也就是說 這是2分之1A 它是大於0的嘛 那我兩邊乘以2 兩邊乘以2的話 它在A 它就大於 所以呢 第六題它是對的 好 再我們看呢 第七小題 第七小題 第七小題它是說 7分之6 加上1又9分之1 大於7分之1 加2又9分之1 那我就把這個減這個減減看 我這個減這個的話多少呢 7分之6減7分之1是7分之5嘛 加多少 這個減這個嘛 那9分之1消掉 1減2的話 這是乎1嘛 那這個它是小於0啊 也就是說 這個比它小 就得到 剛剛我是這個減這個 這個減這個小於0 所以7分之6 加1又9分之1 它是小於7分之1 加2又9分之1 所以第七小題是錯的 好 再我們看呢 第八小題 第八小題的話 它是說 這個0.1的四次方 0.1的四次方 它是小於0.1的三次方 這對啦 因為這個喔 它是小於1嘛 越長越小 所以它比它小就對了 或者說 你把它減點看 0.1的四次方 減0.1的三次方 減點看 這是剛剛的作法 抽出0.1來 三次方 這是0.1嘛 減1 那0.1減1的話呢 這是乎0.9 你一個正數 乘一個 乎數的話 它當然也小於0 所以這個數比這個數小 所以這是對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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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